坐着刷手机或躺着休息 也能自动把头发吹干 猫咪上个大号 阐屎也不用你来啦 阐屎官 中国网红家电像是懒人擦了神灯 包罗万象 满足各种你想象不到的需求 许多也在国外爆红 例如小熊家的全能电锅 体型虽小 但蒸煎炒煮甚至火锅 它无所不能 不但精美有趣 价格也非常实惠 这也归功于它低廉的营销成本 少靠明星广告 多靠小红书及直播 中国网红家电正以革新的方式 引领家电风潮 随着中国个性化的909500后 都进入职场 以及追逐空间逐年缩小的趋向 昂贵又乏味的大型家电逐渐失宠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精巧有趣 又实惠的小家电 这些家电不但进得了厨房 还出得了厅堂 成为了短视频平台 以及小红书的新型网红 随便翻开小红书 便能看到源源不绝的种草贴文 烤箱般大小还带紫外线杀菌功能的 迷你洗衣机 蒸箱烤箱气炸锅全能的 蒸烤炸一体机 一个个卖家秀令人看了目瞪口呆 一个个生活大人说得天花乱醉 凡人又怎么能不动心呢 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用户 会以达人推荐作为购买的参考 更有75%的用户 在看了视频之后 对产品产生了好感 而下一步当然就是点击链接下单楼 配合厂商在各大电商平台 做的直播优惠 现在连神仙也顶不住了 网红家电成功的原因有很多 但主要有这几个 首先许多新型的小家电厂商 不但善于对消费者种草 精美的设计配上限量的销售 偶尔在与萌宠IP跨界的合作 让青年忍不住免费晒出产品 打出最有说服力的广告 减少对昂贵网红意见领袖KOL的依赖 培养出自己的意见消费者 Key Opinion Consumer 是网红商品的最大特色 另外网红家电的孕育期非常的短 不少产品是以现有的科技 重新包装或改良 因此能够顺应大环境的趋势 推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比起传统电器的厂商 网红家电少了制造耐用家电的顾虑 主打功能好 颜值高 毕竟他们所定的青年消费群体 喜欢长线 产品太耐用 反而换不了新的 网红家电贴近90、95 及00后的种种需求 制造了一个个爱不释手的居家神器 但背后也隐藏了一定的风险 由于产品研发期极为短暂 有的厂商在品控方面的疏忽 有时会为消费者带来安全隐患 或卖出一些看起来很神奇 但用起来很生气的劣质商品 网红家电以中国式的营销手法 打破了传统营销的既定模式 虽然背后存有不少隐患 但仍然带动了家电业的创新